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知道 在古代的女子没有自由 丈夫就是她们的全部 社会地位低下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武则天 慈禧等人 但她们有多艰难才做到的 我们不想而知 在古代有丈夫儿子的女子 社会地位都很低下了 那些丧夫的女子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民国剧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寡妇因为不守贞洁而被禁猪笼 这种行为对女性的伤害很大 在现代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对于古代的女子 贞洁很重要 在古代男子可以建功立业 女子好像除了守着贞洁外 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建功立业的方法了 所以随后就出现了贞洁排放 对于寡妇来讲 守寡之后有一块贞洁排放是值得人人称道的事情 不仅会受到政府的优待 还会受到邻里的夸赞和周围老百姓的称颂 如果再做几件大事的话 还会在史上存名 这种事在各种史迹上也不是没有 在《猎女传》中就记载过这样的一个人 她也算是一个传奇了 她就是段氏 这个女人17岁上父 守寡了整整79年 对于一个丧妇的女子来说 熬79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她受到的是身心的双重煎熬 晚上也是夜不能寐 段氏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了 她把她的孙子培养成了清朝的大官 她的后半辈子也算是有保障了 可是即便她已成为了太夫人 她依然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不假人手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慈祥的老太太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她临终才说出来 原来并不是她不想享福 她也想过那种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众人伺候的日子 可是自己本身的情况不允许呀 如果自己白天什么都不做的话 晚上就睡不着觉 而为了让自己晚上安眠 自己只能在白天的时候拼命工作 好让自己也没有一丝精力 但是即便如此 自己有时候晚上依然睡不着 那么就只好扔200铜钱在地上 然后她逼迫自己在地上找铜钱直到自己睡着为止 这个方法也是很另类了 因为断世自己饱受这种守寡之苦 所以她临终的时候就劝自己的后代 守不住就不要守了 可见封建王朝对女性毒害之大呀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